台南市区惠理事长临世杰案又传新进展 警方以车追人再度南下高雄逮捕了一名女子 去传枪手逃亡的两辆车 都是涉嫌透过这名女子的脸书账号所购买 但到案之后女子喊冤 怀疑她的账号被人盗用 警方现在也初步排除涉案 而今天是男士警察局长廖宗山从警的最后一天 他强调案情并没有陷入胶着 希望能在退休之前破案 台南市区惠理事长临世杰遭枪杀命案 传出最新进展 警方以车追人15号上午南下高雄再待一人 那这个对象基本上他也是跟两部有犯案车辆的部分 有所关联性 也就是说去购买的这个买家 召具提的是一名30多岁的罗姓女子 一度传出枪手逃亡时使用的两辆车 都是涉嫌由证明女子的脸书账号购买 不过打电话联络卖家的跟出面取车的似乎都是男性 而到案后罗姓女子也频频喊冤 怀疑脸书账号招人冒用 因此警方初步排除涉案 看会不会有奇迹啦 其实人破这个案子啦 所以在男士警察局长廖宗山退休在即 上班最后一天他也亲自到分局关心案情进展 但目前几条线索最先被戴的口罩男 因为缺乏明确试证被无保释回 丁世杰生前心腹阿川也被认为涉案全度不高 被发肩服刑 最新具体的罗姓女子又被排除涉案 案情看似在线焦灼 还没有焦灼还继续在处理啦 如果说12点之前我们能破这个案子 我还是要出来面对啦 台湾市也不会说因为一个枪击事件 或两个枪击事件 就说台湾市治安不好 我还是觉得台湾市治安是最好的 枪击案发生至今已经一个礼拜 抢手人未落网 憧憬最后一天廖宗山博士台南绝非沁济之都 但是想要在退休前破案恐怕真的只能等待起机 记得综合报道